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有带一张照片 对不对 然后可以让其他同学来猜猜 他住在哪一个邻里 好不好 好 怎么讲 比如说是香港的同学 你猜对 你就会获得港币 如果你是泰国的同学 你猜对泰国同学住哪里 你就拿到泰币 但是最好大家猜对的是美国同学 好 老美女 对 欧元比较好 德国 稳定的 稳定的稳定的稳定 好 马上来看这些照片 好 我们先从第一张 第一张是谁家的邻里 我的 各位来猜猜我们的Richelle同学 住在新加坡的哪一个角落 猜一猜 这个是不是放鸭架的那个高高的 是 我看过这个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 好 我给你一个提示 好 这里有很多美食 对 哪里都有美食 对 大家看你就知道你家附近很多美食 对 好 给你们最简单的 这个我住的地方是以一个蔬菜来命令的 蔬菜 阿姆牛 答对吗 番茄 阿姆牛 阿姆应该去 对不对 阿姆 对了 其实他们讲有一个桥 有很多阿姆走过 所以叫阿姆牛 是吗 因为牛就是桥的意思 是真的吗 我懂了 这是我乱讲的 你不要乱讲话 我跟你讲 你不要乱讲 你会误导我们的观众 我跟你讲 这个那个桥的 阿姆牛桥的 不是阿姆牛桥的 那是阿姆牛桥的桥 不是阿姆牛桥的桥 是不同的 好 我们来看第二张照片是谁的 我的 Micky 来 这张照片里面有什么 肉粽 肉粽 还有小吃 对不对 还有卖牛鸭粽 你也会讲牛鸭粽 牛鸭粽 厉害 好 来 我猜猪切 好 猪切 来 也叫结晶 但是不对 鸭粽 什么鸭粽 鸭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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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听过咕噜勇 没有叫做鸭粽 鸭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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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鸭粽 米糕 为什么你会猜中 因为 老师 我以前有住过鸭粽 因为我知道它在鸭签附近 所以我听到鸭签错 但是很近 所以我才知道 应该是鸭粽 好 来 第三张照片是谁家 这么漂亮 哇 好 来 各位 知道喜欢鸭粽 家住在哪里吗 我很喜欢上鸭 所以我猜 鸭粽 不对 所以我觉得是鸭粽 鸭粽 不是 有人吗 看起来是鸭粽 他住在鸭粽 你以为它是保护医员 很靠近邦哥 好 来 Michael 是什么是 对不对 对 Michael 你好厉害 太强了 开玩笑 拿完日币 拿台币 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在邦哥 其实我没有去过这个公园 但是我知道 邦哥旁边有邦哥 这个它有名的 什么名 沈刚 Riverside Park 很漂亮 我去这边散步每一天 还有我们来看看其他的照片 好不好 第四张照片 谁的 在四边的 在四边一边 在四边 两边 没有那么远 Jurons 不是 不是Jurons 来 是Clemente吗 Clemente 对 对 对 我觉得你们好像很熟悉新加坡的地名 是 对不对 对 厉害 好 第五张 谁家 我家的父亲没有那么自然 你家没有那么自然 对 我家的父亲没有自然 没有自然 自然 没有自然的风机 没有自然的风机 但是这里有很多英雄 英雄 对 医疗的 医疗英雄 前线人员 对不对 是 我们都把前线人员称他为英雄 来 Michael 这个好像是Roberts & Key那边 是吧 Roberts & Key 有像 有像 但是不对 Eros La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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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ova是汽车 就是 不是Lanova 但是 Luena Luena 对不起 好 这个其实就是 In Context的建筑 对不对 好 来 第六张照片 谁家 是我的邻里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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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邻里 一开窗口 可以闻到很香的鸡饭味道 还有肉骨茶的味道 肉骨茶 都有 很多地方都有 很多地方都有 好 我猜 可以吗 Palestia 对吗 对吗 没错 终于拿到美金了 好 下一组照片 第七张 谁住在 你住在红棉 光临 你住在红棉棚吗 红棉棚 不是 我住的地方 其中一个便利店 曾经生产出34位多多的重奖者 对 在早期其实是出产凤梨的地方 对 是凤梨的地方 油鱼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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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义顺 对 义顺 义顺 义顺不是以一个人的名字定的吗 对 就是说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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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一个商人有钱商人叫林义顺 对 林义顺 然后就跟当时的政府说 我要开发这个北部的地区 做种植黄林 然后我住的那个地方就是 以他的儿子命名的 叫林中邦 中邦 那边也是很多东西吃的 超多 你看我的尺寸就懂了 你没有 你闻空气也是这样 好 第八章 谁家 Jerry的 我的 Jerry的家 好 来 它好像是一个山族的象征 你猜到了吗 山族 你看 对不对 对 你很厉害 我还以为你只会洗碗而已 你还猜地方猜得很好 好 来了 第九章 这个厉害 谁家 小白龙 小白龙不是住豪宅 小白龙家看到夕阳 这是豪宅的地方 美不美 好 美 来 我的导言里有新加坡唯一的 一遍剪头发 一遍唱歌 是不是在Mount Faber那边 Mount Faber 没有 不是Mount Faber 我的家可以看到水库 鸡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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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家可以看到鸡肠 鸡肠 鸡肠 很长 飞机场 飞机场 一家可以看到鸡肠 鸡肠 鸡肠 对 因为他们有那个小鸡肠 对吗 鸡肠有小鸡肠 厉害 好 你们的邻里中 你们最喜欢有什么东西 我最喜欢就是我们那边很多泡 因为那边很多树 然后我的肝比较健康 你的肝 因为它的空气 应该肺吧 肺 对不起 那还有呢 还可以就是认识新的朋友 因为那边很多老过我 变成我比较小过他 比较年轻过他一点 所以你喜欢去那边是因为你年纪最小的 对 不是 真正的是我为了我自己的健康 很好 老师靠近我的邻里也有一个很好的公园 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公园 但是我以为它是公园 你可以讲清楚一点吧 因为我看到地图 看到靠近我家有这个Bucket Brown 对 我以为Bucket Brown 是像Bucket Tima那样 Nature Reserve 对 所以有一天我跟我的老婆说 我们应该去吧 所以我们就去那个Bucket Brown 然后到那里才发现它真的是Cemetery Cemetery 我看到地图靠近我家有这个Bucket Brown 所以有一天我跟我的老婆说 我们应该去吧 所以我们就去那个Bucket Brown 然后到那里才发现它真的是Cemetery Cemetery 其实很美 因为它是在洞里面 是 但是因为它不是真正的公园 它们没有那个角色的线 所以我们一两个小时以后要离开 但是我们走不出来 对了 我们找不到那个外出线 到底在哪里 对 然后我的Google Maps也是有点问题 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旅行群 在里面 因为它们是做那个旅行群 是 然后它们就问我们 要不要参加我们的旅行 所以你们的旅行等一下会出门吗 会 好 我们就参加你们的旅行 有哪一个多是进来就没有出去 在Bucket Brown 你问这个问题也很奇怪 老师 我跟你讲 在Bucket Brown有很多人进来没有出去 但是那个不是人 是什么呢 所以你看到那个人进去没有出来 是因为他已经住在那边很久了 哪里有团进去 介绍就永远没有出来 然后我们就跟着哪个旅行群出去 他又学到很好 很有趣的历史 对 好 接下来 我最喜欢的是Coppy Diem 为什么 因为我去那边吃那个鸡丝粥 跟喝一杯Coppy Y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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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热 对 你还会 你怎么学这些的 我在Coppy Diem常常 观察新加坡人 像点Coppy 这样预备那个咖啡 对 所以慢慢习惯 慢慢学习 我比较喜欢就是有很多东西吃 有一个不喜欢就是 我刚刚来新加坡的时候 我就去那个West Market 去买菜 石巴沙 对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西兰花 就是很新鲜 什么花 西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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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是西兰花 不一样吗 不是西兰花 是一样 是西兰花 西兰花 不是西兰花 好 你看到那个西兰花怎么样 就是比较大一个 然后六块钱 我觉得很贵 那你在香港这个西兰花这么大 一般上卖多少钱 我不知道因为我妈妈买的 我来里 你都不知道哪一个钱 你怎么到贵不贵 贵啊 六块钱 各位同学 西兰花这么大 六块钱贵不贵 不会 因为我在超市市看到是两块钱 你要看是从哪一个国家来的 对 有一些是澳洲 或者是美国 我跟你讲 其实我们新加坡是这样的 我们在四巴沙买东西 就可以讨价还价的 是吗 对 比如说你买这个西兰花 六块钱 你如果说五块八可以吗 五块半可以吗 你就觉得 就剪了两毛三毛 对不对 不是你的作风吗 是西兰花的作风 对不对 这些都不是你作风 但是如果他说六块就是六块 不给你折扣 这个时候很重要 你六块拿出来 要给他的时候 可以送我两条辣椒吗 拿了 你就拿了 可以吗 可以 然后你再拿六块钱 你要给他 你的黄瓜好像要坏了 可以呢 那条要坏的给我 可以吗 可以的 到最后你给六块钱 整摊的菜你拿回家 不要听他讲的 我试一试 没有 我晚上都去 我刚才是夸张的 因为在香港你买了之后 它移动的 自动就会给你两条葱 对 没有 没有 我们这边没有自动 很可爱 越可爱越好 一定是我两条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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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各位 下一题很简单的 每个人只能用一句话 来形容新加坡的邻里 我觉得新加坡的邻里 有这种肝膀的精神 我妈妈还在世的时候 我只要找不到我妈妈 我只要去店里面问 有没有看我妈妈 我就知道她的路线在哪里 厉害 对 所以世界那个肝膀的 肝膀的精神是互助 而且大家都会互相看着 比如说我妈妈出了什么事情 一定会能通知我的 会 我觉得新加坡的邻里 什么东西都有 真的 很方便 比其他的国家 新加坡能拥有很多 那个一流的设施 具体 具体 比如说哪方面 比如说健身房 还有游泳池 健身房 游泳池 有温泉吗 不用浅的 没有 我家附近有温泉 懂了 那个有热水的 三把王那边的 对 我知道了 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叫女同学去泡温泉 要穿衣服的 我没有说不穿衣服 你想多了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叫喜婉婆去 喜婉婆有没有泡过温泉 你又跟我一起吃 不要 刚好轮到你喜欢婆婆 你喜欢新加坡邻里什么 来 吓到我 这边的超市有24小时了 对 很方便 我觉得新加坡去哪里都方便 不会在新加坡迷路 因为当我在日本的时候 如果我要去买东西 或是去吃饭的时候 是 一定要看那个Google map 然后有时候要坐巴士 或是骑脚车 才可以到那边 每个店的距离没有那么接近 但是新加坡是比较空白一点 是 所以去哪里都方便 说真的 对我而言 邻里是新加坡生活的一种气场所在 人情味很浓厚 而且很热闹 很温馨 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稍坐休息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回来 我们就在HDB见了 好不好 谢谢 太阳出来了 可以晒衣服了 各位同学 来 请出力 好 可以帮老师晒衣服吗 可以 来 这个也就是我们新加坡 政府组维的一个小文化 好不好 我想请韩国同学 Lia 来 这边我们有毛巾 有什么的衣服 好 可以帮我晒一下吗 好 这样子 对 老师在家里睡觉的裤 好了 好 好 这样子吗 毛巾 毛巾 裤子 不会的 这样的 可以吗 可以了 你小心 不要拒绝 好 小心 你不要拖到我的脸 对 对 我的毛巾肮脏了 等一下 你弄到这个又肮脏了 等一下 好 你小心 你要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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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吗 我讲 小心 掌声滚一下 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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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然后呢 小心 小心 给我 好 帮你家的心力很高 好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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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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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很简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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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Micky同学 好 来 你来试试看 好 是正确的 好 真的很冷 这个 当然 老师洗了 当然很冷 这个要聪明一点 这个要聪明一点 她说要聪明一点 不在心 那是什么东西 那个是我前男朋友的裙子 还要 当然要 当然要在 因为她要从日本回来 一定要给她穿 好 还有呢 还有 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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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是抱枕的套子 对 那个我们睡觉的时候要用 裤子裙 夹在一起 还有毛巾 对 好 不错 毛巾用夹夹 要 大一点的夹夹 有了 加油 你有压力吗 没有 没有压力 干吗 有压力 有压力 小心 小心 来 小心 加油 你好像撑干跳 小心 裤子弄到 滑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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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Micky Micky 可以的 Micky 她好像很在你 好 好 不错 来 Eros 你在家里有没有做过 有 但是不是在外面 不是晒在外面 对 在里面 还可以甩一甩 对 厉害 后面要夹一个 对 要不你这样子拉 很大块 请一包在这边 我看过这些伯母好厉害的 她是这样子 对吗 对 对吗 好 厉害 有想法 厉害 厉害 有想法 可以弄髒 可以了 可以了 好重 真的好重 对 好 我是蓝蜜 不是蓝蜜 你好 好重 对 看到人家有几分姿色 就伸出眼神 对 好 谢谢你 谢谢 掌声鼓励一下 好 来 请回到那边去 好 所以你们这样晒衣服 是对是错 老师讲我也不知道 但是今天我有请一个专家 来到现场 跟你们点评一下好不好 我们请小明同学 谢谢 小明 好 来 点评一下 刚才我们这三位 就是Leah Mickey 还有我们的Eros 晒衣服 哪一个对哪一个错 错在哪里 好 这一支是Eros的 对不对 Eros Eros的话 其实安全点考量的话 我会建议说 把重的靠向自己 是 然后把新的衣服 都会把它挂一挂 这样的话 你不会被那个重量 给拉下去 是很危险的 对 裤子的话有点重 对 那裤子的话你稍微把它 我看你挂那个女孩子的睡衣 很有经验 我在家里有洗衣服的 我看得出吗 当然了 你的衣服那么大件 没有人要跟你洗的 有 小明 你刚才把这个裤子 翻过来 翻过来 翻过来的话比较容易干 因为你把它藏在里面的话 很厚 而且很难干 所以你把它翻过来的话 风吹一下 就可以把那个湿气给带走 接下来我再把这个毛巾 这个稍微 这个肯定是比这个还要轻一点的 我把它放在中间 对不对 中间这样挂一下 是 对折 就可以省位置 如果你要像Leah这样挂的话 会比较浪费的地方 没错 然后最后就把这个很性感的衣服 往这里往穿 比较容易干 对 Leah如果家里人多的话 衣服也多的话 这样的话就够了 对 很浪费空间 这个一样还在这里翻过来 好 往外穿 当时裤子的时候 哪些比较小的夹子夹这边 这样的话会比较容易干 然后讲到这个是Micky的 Micky Micky的很危险 因为Micky的重的都在外面 如果你没太大的力的话 真的会被拉下去 而且你有这么瘦 有这么小时 然后我发现到这个东西意外的很重 其实竹竿不会重 是那个衣服重 衣服重 尤其是衣服湿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洗比较大劲的 可能大的床带比较厚重的话 我会建议说你先在家里风干一下 可能风几个小时 给它的湿气减少的时候 你才比较容易地拿出去 然后这个可以稍微改一下 牛仔裤 对 好 要翻吗 牛仔裤也要翻 如果这裤子有那种内袋的 都要把它翻出来 对 裙子的话你可以穿过去 好 那就肯定 所以这个夹子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说衣服跟裤子之间 只要用一个夹子 刚才同学都是这么夹 这么夹 就很浪费那个夹子 所以一个夹子就可以夹两个衣物了 好 然后这里都有这个盖子 这是什么用的 这个盖子的话 我知道 好 来小白 你说 这么厉害 你说是非常重要的 怎么样 因为阶级 如果你不关 然后那个蚊子来 在里面结婚生孩子 放大的东西 放大的东西 什么东西 蛋 如果你没有这个盖的话 下雨那个水在里面积水 然后它可能就会剩衣纹 对 所以你用完了 对不对 你把它盖起来 就好了 好 有没有问题 有 过来这里 我比较小只 对不对 这个猪肝 太长了 猪肝 不是猪肝 猪肝是脂肪 猪肝 猪肝怎么样 太长 太重 我拿不来 然后我会剪我的猪肝短 你把你的猪肝锯一半了 对 我跟他的店 跟他说 叫他帮我剪短 我又拿书拿回 就比较容易 衣服多 我知道 然后我还有在家 英语政府他们有那个勾 对吗 放那个 手放下来 放在那个天花板那边 对不对 就可以帮助我很多的 好 所以真的 晒衣服也是一门学问 对不对 永远都要记住 安全第一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公德心 做个好邻居 好吗 谢谢 好 想请各位同学 说说你们对政府组屋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来 我非常非常喜欢HDP 为什么 我觉得应该所有的国家复制这个概念 因为德国比新加坡大 所以我们有很多空间 可是我们的房子很少 因为自己做很贵 然后没有HDP这样的概念 所以百分之四十的德国人有自己的家 所以六十八千的人是没有家的家 没有家的 他们租房子 租房子的 设计要怎么设计 要贵还是便宜的 是 所以非常实用的 好 很好 我们都知道香港的房子很贵 对 也后 一般上像你家这么大小的房子 在香港是要多少钱 我没有看过 看不到的 因为我买不到 所以不用看 因为很贵 在香港就是结婚之后都要分开住 结婚之后要分开住 对 不然的话就不结婚 不生孩子 然后星期六 星期天就在外面住 住一个酒店 对 然后要排队 还要排队啊 就是香港有一句话就是 有楼有高潮 有楼有高潮 对 如果老公或老婆两个人有钱 买一个房子 他们才可以传宗接代 对 没关系 你在新加坡可以好好地怀孕 因为你们都有房子了 对不对 对 有楼就要有 好 要有 好不好 好 希望婆 我刚来新加坡 政府组屋看起来都一模一样的 就是一桌一桌一桌都一样的 我不认为我住在哪里 都长了一样 长了一样 我对这个HDP最喜欢的那一方面 就是他们的游戏 不是我去那边玩 但是我带我的儿子去那边玩 真的很热闹 有很多朋友 很好玩 是 我也觉得他们那边真的有那个 看篷的感觉 对 看篷的精神 对 所有的小朋友都认识 还有 我看到他的父母 没有跟着他们下来玩 是 父母就在楼上的窗口看下去 是 然后他们就喊 阿伯 晚饭了 然后我就给我一个很好的感觉 就是 这个真的是一个城市的感觉 对 以前我们都是这样 是 那个游戏里也有很特别的 看起来是城堡 船的 对 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小白龙你有去游戏里玩吗 我要去玩 但是塞不进去 然后女朋友说不可以 如果你去那边没有带孩子 人家会觉得有点奇怪 对 真的 我觉得这是问题 我没有带孩子 好 老师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我当年搬去HTV的那个印象 是 因为我在1980多年的时候 从一个甘榜 我以前住的是这种沙里屋 那我的厕所就是沟居 然后我搬去HTV的时候 是 有厕所 而且是做事的马桶 就是你不用蹲到脚麻痹的那种 是 那种感觉真的是超棒 好 那么外国的同学们 你们刚来新加坡的时候 应该会遇到一些困难 对不对 有 什么故事 那个博客中心的东西 因为我老公好喜欢吃 是 然后每一天都带我去 那没错 没错吗 没错 没有 因为很热 然后我又觉得 那很热 不是你老公的问题吗 但是没有情调 然后我就有一天就跟她说 我要吃那个全日午饭 全日午饭 好 他跟我说一句话 新加坡人只喜欢叫鸡饭吃 新加坡人只喜欢叫鸡饭吃 对 所以你来了新加坡 你要习惯就要天天吃鸡饭 我就哭了 我都跑掉了 不要跟着我 我要拦着一下 我就跑掉了 去一个坏餐店里面哭 那个很温的 就是有个阿姨问我 有什么事 我老公这样 很小事 只是你们在一起已经很好了 最后我跟她一起讲我们的老公 对 在讲我老公都是这样子 后来男人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对 男人都是一样的 结了婚就是一样的对不对 后来两个人就变成好朋友了 对 很好 对不对 然后最后你有吃到全日午饭吗 我一个人吃 然后她吃鸡饭 对 然后我用她的钱去 叫最贵的 然后就吃 你应该叫Holman breakfast Holman breakfast 一吃过 给她一个月的 我是你 我是哭的 你老公有点每天吃鸡饭 其实没错 我们昨天晚上 Media Corp给我们吃的晚餐也是鸡饭 是吗 是吗 是 没错 每天都吃鸡饭吗 是 不是美餐 不是美餐 对 对 我的老公差不多跟他一样 我刚刚来这边 新加坡的鸡饭很好吃 对不对 不一样 然后他每次都买鸡饭来给我吃 对 我就跟他说 我会叫鸡饭了 鸡饭 还有就是我刚刚来这边 没有这么多朋友 是 然后我生病 我的邻居的老公 他是学中医的 他就过来看我一下子 他去买中药煮给我 拿到我的家来给我喝 很温馨 这种的邻居很难得 对 刚刚来到新加坡的时候 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的问题 我去那个小华中心 用我的英文点菜的时候 是 那个阿姨 阿姨 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所以他们会 蛤 这个表情 蛤 对我来说很恐怖 很凶 那种样子 很凶 因为在日本的话 我们不会给其他人看这个表情 那日本是这样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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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比较温柔一点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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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的时候 蛤 对 压力很大 所以我提高我的英文的能力 一点 自我提升吗 对 为了生存 他懂得在当地融入他们 学习他们的语言 来方便自己 好 我也有一个故事 好听吗 好听 说 所以我以前有一个商业在新加坡 好 他是本地人 他的丈夫在德国工作 德国 就是我的家的那个城市 他告诉我他打算去看他 德国 问我如果我要买一个礼物 他可以带给我的父母 然后我买一个东西 他去德国的时候带给父母 妈妈给他那么很感动的感觉 因为妈妈很想我 是 因为我那么远的地方 对 所以他每天很怕我是一个人在很 陌生 陌生 陌生的地方 很远的地方 所以那个朋友来给礼物 他的感觉非常好 对 来 Michael 在新加坡我讲的英语 有人家听不懂我的口音 所以有一次我要订的餐厅 就是叫 Ten Scott's 因为在Ten Scott's Road 一个餐馆 然后他听不清楚 他以为我要订的是Tennis Court's Tennis Court's Tennis Court's 所以然后我到那个酒店的时候 我的留意不是Ten Scott's餐馆 我的留意是Tennis Court's 是去Tennis Court's 对 所以当时你怎么讲了 对不起 我想做Tennis Court's Tennis Court's 对不对 对 所以当然人家要给你Tennis Court 给你Tennis Court 因为可能是太快 太快 但是我现在讲比较慢一点 对 其实老师我想补充一下 好 说 其实外国人来到新加坡的话 文化的差异一定会有一些冲突 我也希望说能够多体谅他们一下 是 如果本地人可以多主动地去伸出援手的话 去帮助他们 然后给他们多一点资讯的话 我觉得他们就会比较少去碰钉子 然后会比较容易地适应我们的环境 生活跟了解我们的习俗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份爱心散播出去 继续帮助有需要的人 好不好 谢谢各位同学 谢谢 欢迎各位同学回来 那么说真的 我们居住的地方只是我们生活中的其中一个部分 那么相信外向天真可爱的同学们 你们结交朋友一定有你们的方式 对不对 希望各位同学可以跟老师分享一下 好不好 好 Mickey 对 我来说我常常用那个一个应用程式 应用程式 应用程式 然后我很喜欢足球 是户上吗 很喜欢什么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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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足球 我参加一些他们的那个足球的活动 活动 还有我很喜欢学习语言 然后我也参加过一些叫入语的活动 什么入语 叫入语 叫日语 叫日语 对 他们教你我们这边的方言 这边的语言 你教他们日语 对 然后我做那个YouTube的活动 对 你自己拍吗 我自己拍 我自己编辑 全部都是我自己做的 那你觉得我们国际教育所这个节目做得怎么样 国际教育所这个节目做得怎么样 非常好 听到了没有 非常成功 好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一个网络内容创作者 对 那你的内容是什么 我介绍新加坡跟日本的文化车语 那很好 继续加油 好不好 谢谢 加油 好 接下来 因为我都是拍关于新加坡的东西 你也拍新加坡 所以你们两个人基本上是认识的吗 对 通过那个弯路的活动 对 认识 拍那些你就会认识很多人 然后你要去那些餐厅 都会认识那些老板 所以你在你的网络里面主要就是拍一些美食的东西 美食还有其他 全部都有 你会用 对 对 是谁教你的 就是你们 我们没有教 你不要乱讲 我们没有教 因为我听到很多人都会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就是全部的东西 就放在一起的意思 对 好 来 下一位 对 西婉婆 你怎么交朋友 我就在那个Leloso的 每一个礼拜都有下去的 就保护 什么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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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保护 对 我就好像有一支油 一支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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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旅行 一天旅行 不是一支油 好 然后我就会带团 看新加坡的风景 我会在车上唱歌 好像摞个桶这样的 我说摞一摞个桶 我说 他们就摞一摞个桶 一整巴士都涨起来的 你一这样 他就摞个桶 对 你一这样 他们就来不通 然后他们还有幸运 他们买票 就给他们比较开心一点 对 一个衣衫 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给他们的幸运 幸运桶 中雨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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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丰富 我的奖品 对 两块 三块 等一下 乔白龙 你笑什么 雨伞是丰富吗 因为他不清楚 他刚才问我幸运桶 就是花什么花 不是录像 对 他这样 他们还有幸运桶 这个是幸运桶 我参加 幸运桶是幸运抽奖 幸运桶 你以为幸运要花东西 幸运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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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拿了这个活动应该好玩 我要参加 我要参加你的吧 对 你看西婉婆做义工 年纪又大了 是 然后还唱歌 娱乐那些老人家 你知道老人家能够开心 就是好不容易的事情 是的 所以西婉婆 这个真的是功德无量 真的是 谢谢 好 不知道我们这个班上有任何同学 有参与任何的社区服务有没有 不可能 好 你说你参与什么社区服务 我参观那个红包表演 好 这个也是给老人来 然后他们一起吃饭 所以我当服务 Yusuf Yusuf 跟他们开玩笑 这样的 你会开玩笑 我试试他们 好 不错 我们也要谢谢 谢谢我们的小白龙 谢谢 好 是 Michael 老师 我跟我的老婆也有 专业一些资金提供的活动 请我们的朋友都来 然后就有一个鲜兰兰兰 还有一些娱乐 鲜兰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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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餐兰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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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 有山羽吗 雨伞 山羽 山羽 山羽是什么 不知道 什么是山羽 山羽 不好意思 今天是你最后一课 其实真的是吗 雨伞都不会讲 讲山羽 好 没问题 我还有另外一个经历 就是我们参加的 有一个本地的组织 叫Project Tullia Street 他们就是帮助那些 国际建筑工员 所以他们会去他们的那个 安排一些好玩的活动 所以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个 兴趣或者是 或者一个 给什么免费的食物 所以我参加那个真的觉得很好玩 因为我从来没有机会 跟这些国际建筑工员 从不同的国家聊天 所以我就可以更 更了解 对 更了解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很好的经历 对 那么其实你们去那边给他们一些欢乐 对他们来讲他们也很开心 因为至少他们觉得说 在新加坡也有一些人是关心他们的 是 好办 那还有呢 都是外国人 没有新加坡人做 有 我有做 好 你做什么 跟着我的区域的议员 一起去做直播 因为当时我们政府就颁发了200块的礼券 是CDC吗 是 邻里购物礼券 其实整个内容就是去购物中心 还有去不同的 让所有的人知道说在红帽桥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还可以买的 然后可以用这个礼券去兑换 所以讲真的 如果要扩大我们的生活圈子的方法 就是要出去认识更多的人 对 朋友多了 我们的思想就会更开通 参与社区服务不只是可以结交朋友 同时也可以让你更了解本地文化 还有人民的生活 所以谢谢我们的本地 还有外国的同学一起为新加坡的付出 希望大家可以再接再厉 谢谢你们 好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好玩了 所以想问一下外国同学 对于新来的外国人 如果要以最快速的方法融入新加坡社会的话 请问你们有什么好方法 要懂得尊重 因为不可以把你自制的东西加进去 自己的想法 对 好像新加坡人会喜欢穿那个鞋子 拖鞋 因为在香港没有穿鞋子 同学们 要尊重一下我 对 对 要尊重我吗 是不是 对 你讲的那个是人字拖是吗 对 因为在香港比较少人穿 然后新加坡刚开始的时候 每个人都穿 对 我都觉得很奇怪 然后现在呢 现在可以了 你自己也穿人字拖吗 有 有 因为我下面比较美 你下面比较美 对 我的脚比较美 我的脚比较美 没有 进来也习惯了 因为你去到别人的地方 每个人都这样做 所以你也做的话那就可以了 对 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学习 这里的当地的语言 我来到新加坡之后 开始学习华语 马来文也是一点点 对 讲两句来听 好 你很厉害 你又我就不会了 对 就是我会讲马来语的意思 是一个地方来的 不是是一个地方来的 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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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觉得是在卡东那边 那边也是有是 真的很厉害 小白龙 讲两句马来话来听 白龙 厉害 厉害 好 好 真的 我不能够小看你 对 原来你懂的东西蛮多的 好 来 我有一点点的泰国朋友在这边 好 我又给他们了解新加坡 是 就是好像有一句话是他们说 假桌是什么意思 假桌 吃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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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懒惰的 对 因为我们的国家没有这句话的 然后因为新加坡很多说西蛇 对 我们泰国也是泰国的 泰国有吗 有 泰国吗 比如这边是说 对 对 我们那边是说 没有 就是你泰 我就泰 你们连K都这么省下来 对 对 我刚刚来新加坡 我的华语英语不好 对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 他要去新加坡 我就问他你做什么鸡 是 他就说我做新加坡鸡 他很生气 是因为泰国人讲话 所谓的泰国律师很短的 对 所以你也省下来 对 就参怨了 你知道吗 真的 如果是夫人呢 夫人啊 叫什么叫哈士 笨 笨 哈士笨叫做笨 好 所以各位同学 真的是你们的分享 都非常地有趣 对不对 那么基本上只要保持 这个开放性的思维 懂得尊重别人 愿意融入的话 就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么同时老师也相信 只要一个人的视野开阔了 社会的整体素质也会更加提高 那么再来就是国家也会跟着进步 而从经济角度来看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很开放的话 很乐意接受新的人事跟物 那这也可以帮助到新加坡吸引更多的外资 那么外资多了 我们的工作机会也就多了 见识就更广阔了 对不对 对 好 谢谢所有的同学 对 好了 下个星期 请继续和国际同学们一起上课 好不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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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